来关心天气的消息 今天是周末假期的最后一天 天气还是不稳定 今天台湾上空水气偏多 各地容易出现午后雷震雨 但下周一开始 全台都会出现明显的雨势 未来一周天气不理想 尤其是周二开始封面南下 各地都会转为有震雨或者是雷雨 周三台湾未处南北风交汇地带 将会出现更大的雨势 从雨量预测图来看 北台湾更是一片紫红色 显示雨势相当的剧烈 另外最新的台风资讯 今年的第一号台风爱维尼 已经在今天早上八点升格为青台 预计未来将会往东北移动 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比较低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